我作恶多当吗?我只是一个受害者 留了这种做法天理不容,正义不在 我保卫过自己的祖国,我却保卫不了 我女儿惨死,以及全家被抓 等命运,这种黑恶势力,给我造成伤害 让我生不如死 大家好,我叫孙志发,是一名退伍军人 我现在正式的实名举报 湖南省少东市大和堂副书记刘磊 涉黑涉恶,贪污腐败,卸职独职 监管不利的违法犯罪行为 副书记刘磊利用手中职权 非法买卖国家土地,开发违规建设楼旁 由于对工地的监管不利,卸职独职 间接性造成我女儿生难于 2022年3月9号上学途中 惨死在副书记刘磊监管的工地上 属于安全事故 我女儿惨死端晚 凌晨3点,刘磊便叫上上百人 开始抢夺遗体 并对我及我全家进行殴打 强奏遗体,毁灭证据 强奏全部手机 真正的做到了毁尸灭迹 我当时向刘磊副书记下跪求情 我说我是退伍军人 祖国三等功臣 求他别打我 别打我七八十岁的老父母亲 我只想和我女儿做一个短暂的遗体告别 可是副书记刘磊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并且硬脚狠狠地踩住了我的头 恶狠狠地对我说我流泪打的就是你这种穿过军装还不听话的刁民 直到我被打得伤痕累累不省人事 我当时是叫天不应,入地无门 在我痛失爱女的情况下 还惨遭惨无人道的殴打对待 我全家老小被抓被打 我就想问问苍天我是坏人吗 我作恶多当吗 我只是一个受害者 流泪这种做法天理不容 正义不在 我保卫过自己的祖国 我却保卫不了我女儿惨死 以及全家被抓的命运 这种黑恶势力给我造成伤害 让我生不如死 可是现在让人感到讽刺的是 现在副书记刘磊 及刘磊背后的保护伞 他们还在当官 还在发财 还在危害一方 正是如此 所以我请求党 请求我老首长老战友 广大的退伍军人 请求广大网友及家人 为我惨死的女儿 主持公道 还我争议 以上举报材料 我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 发誓 如有虚假 抹黑 造谣 我愿意承担法律的严重惩罚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娇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566-688